宝子们,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半夜在业主群被艾特,邻居对我一通骂 说我家孩子每天吵死人不说,还关话他家门 我懵了,我人在外地,家里哪来的人 虽说这房子确实是我的婚房 但我还没结婚啊,哪来的孩子 宝子们,如果喜欢本节目请多多一键三连 你们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谢谢宝子们了 1802业主,你家小孩在我家门上画画 上次说了一句,现在直接拿刀划了 你家大人怎么教的 晚上九点,1801的业主在海棠院的业主群里爱透我 你好,我现在人在外地出差,家中并未有人 何况,我家没有小孩 您是不是搞错了 你家小孩撒谎原来都是你教的 每天进进出出那么多人,说家里没人 说吧,1801直接将照片发达到了群里 照片上1801的门,明显被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 1804和1803也说话了 我最近也看到好多人从1802进进出出的 有一个五岁的小孩每天跟你妈出去买菜 一斗丛生 我还是特地给我妈打去电话 挂断电话,压下一律 我加上1801业主,道歉后再次询问我家事情 1801言辞凿凿,我家每天进出很多人 在我妈和邻居的佐证下,我的婚房的确住进了一家人 但不是我家的任何一个 第二天结束出差,把行李放回家后,我就赶去了海棠院 走到1802门口,看到门口贴了喜字 来错楼层了 我退出去又看了看楼层,没错呀,是我的房子,1802 原来的密码锁被撬坏,上面挂着一把大锁 推开虚眼的门,闻到一股尿骚味 看到熟悉的家具,我才敢确认这的确是我婚房 当初装修,按照女朋友的喜好装的法式奶油风 原本精心装修的家,此刻一片狼藉 白色的瓷砖上面,有大小不一的泥脚印,地上扔满磕完的瓜子皮 越往里走,越生气,整个人气到浑身发抖 当初房子装修从画图到完成装修,整整用了一年时间 都是我亲自跟进的 白色云朵真皮沙发被烫出几个大洞 白色的手工地毯,有一块已经发黄 客厅内摆放的100寸高清电视中间出现裂痕 整洁的墙面,也被涂鸦了一些奇怪的图案 厕所里面晾着无数的尿布,盆子里泡了一块发黄的布 厕所也飘着奇怪的臭味 看到此处,我心脏病都要犯了 我新装修的婚房,一天累住 被人撬了我的密码锁 糟蹋成这个样子 我强压下愤怒,先退出去打了报警电话 为了避免屋内的人逃走,我还是决定进屋录制证据 毕竟这是我父母以及我的心血 推开门,拿出手机开始录制 走到卧室门口,刚把门推开 发现里面躺着一个女人,旁边还躺着一个婴儿 我新装修的婚房 你们竟然撬开门锁,直接坐月子 房子向来都是借死不借生 我家这边有一个说法 把房子借给别人生孩子 房主家可能得捡一个人 意味着别人占了你家的名额 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里 床上的女人尖叫出声 听到叫声,一个围着围裙 手里拿着铲子的女人从厨房跑了出来 你是谁,怎么会在我家里 还拿着手机拍,你一个男的臭不要脸的 偷拍人家喂奶,我打死你 你个不要脸的老男人 偷拍女人,偷拍到别人家里了 说话间挥舞着锅铲向我袭来 我一把握住铲子甩了出去 女人应声倒地 哎哟,杀人了,杀人了 女人躺在地上,大喊起来 躺在床上的女人,坐起身打电话 这是我的房子 还敢打我,我大声的吼道 我真的气笑了,我新装修的婚房 一天没住 进门被人打不算,还被当成色狼 好,好,好 好的很 什么你家,这是我大地买的房子 说着,朝我吐了口唾沫 只呀,门被推开 进来一个五十岁的老妇 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 妈,你快来呀,杀人了 杀人了 老妇人扔下手中的菜 冲上来就要挠我脸 我躲开后,躺在了地上 哎哟,哎哟,快打电话给大地 要打死人了呀 年轻的女人,说着 哭着拍打着大腿 老妇掏出手机,边拨号边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里没男人了 你敢这样欺负我们 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回来打死你 哼,非法入住我的房子 现在还要扬烟打死我 半个小时,我建设人性的恶 就在我准备退出去 往外走的时候 躺在地上的年轻女人 一把抱住了我的腿 你不能走,你打了我们 还想跑 你等我大地回来,收拾你 你们在干什么 门口走进来两名民警 看着屋内的混乱情况 大声呵斥道 警察同志,你们来得正好 这个老流氓,不要脸 进屋偷拍我弟妹喂奶 要不是我发现得早 我弟妹,说不上,说不上 说着就要做事哭起来 看着他们恶人先告状的嘴脸 我心中发笑 你看,你看,他刚刚还进门打了我 女人拉起袖子 展示那并不存在的伤疤 就是,就是 警察同志,这个流氓,也打了我 老妇也急忙出声 你们先不要吵,是谁报的警 看着眼前两个哭喊的女人 临近眼中露出一丝不耐烦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 他们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且非法入室抢劫 我新装了婚房一天未主 这帮人撬了我的密码锁住了进来 你看到我的房子 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说完我将录制的视频拿给警察 之前我的手机摄像一直未关 也是为了保留证据 民警看着屋子里开裂的电视 发黄的地毯 以及屋子里面飘着的怪味 也忍不住唏嘘 然后是性子再好的人 看到这样的场景 也会火冒三丈 作为办案丰富的民警 已经看出来谁是真正的屋主 真正的屋主是不会 也不可能把自己装修高档的屋子 搞成这样的 不是自己的房子 才会使劲造 但作为警察 不能偏听偏信 需要了解双方情况 警察同志 你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个流氓 这房子是我大弟买的 我大弟是龙子 哪像他 一个小白脸 呸 一口浓痰 吐到了我脸上 那味道 像极了放臭的袜子 我强人想打死对面女人的冲动 用袖子使劲擦了擦后 眼神死死的瞪着对面的女人 要不是你的女的 早把你打医院去了 轮得到你在这座位作福 许氏被我眼神吓倒 色缩地躲到了老妇身后 看到对方的流氓做派 民警出声阻止 好好说话 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这个房子确实我买的 住进来的这些人 我根本不认识 他们属于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导致现场 都先跟我回局里 警察强烈要求我们所有人 一起去警察局入口供 同时开始封锁现场 但老太婆死活不让产妇和孩子 出这个屋子 撒泼打滚 无所不用其极 最后民警松口 特事特办 从警局抽掉两个女民警过来 一是看守现场 二给产妇做笔录 因为是产妇 民警做了让步 我也为坚持让人跟着去警局 可就因为一瞬的心善 发生了后续的事情 到了警局之后 我让我爸妈送来了房产证 身份证 在证据面前 两个女人撒泼打滚 依旧坚持说这个房子 是他弟弟自己买的 更离谱的是他们说 我们趁他弟弟不在家 我联合警察要抢走他们的房子 不配合民警做笔录 死活要等他弟弟来 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小时 从门口走进来一个身材矮小 又胖的男人 大概165的身高 有150的体重 方方正正的长相 像急了煤气罐 儿子 你可终于来了 这些人现在要把你辛辛苦苦 买的房子抢走了 你快来跟他们说说 这些警察也没见识 竟然怀疑我儿子的本事 老傅拉着他的煤气罐儿子 一脸嘚瑟 大弟 你可算来了 今天我跟妈都被这个流氓打了 他还偷拍弟妹 警察还帮着他要抢走我们的房子 大弟 你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说着女人用眼睛瞥了我一眼 我笑了 不管是谁来 都是我的房子 你们属于非法入侵 不论你说的天花乱坠 有这样的母亲和姐姐 想来这个弟弟也不咋样 人以为她也会撒泼 没想到她开口却是 警察同志 今天给您添麻烦了 说话兼双手递烟 让原本反感的民警 收起厌恶的表情 可他的下一句话 让我忍不住破房 警察同志 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这么大一顶帽子 扣在头上可担当不起 入室抢劫更不存在了 这房子是我们借的 借 我他妈认识你是谁 给你借我新装修的婚房 借给你们一家使劲祸祸 我一天累住 借给你生孩子 这一家人 脑子一个比一个有坑 老同学 你贵人多忘事啊 我在半年前给你发微信 给你借房子 说着拿出微信聊天记录 老同学 我对眼前的男人 没有一丝的影响 他休想通过套关系 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秦郎 我是袁天赐啊 听到这个名字 记忆中的一个人影与之重合 我还在老家读小学的时候 是有这么一个人 但小学毕业就没联系过了 之所以对这个人还有印象 是因为他自称为龙子 他出生的时候下雨 一岁生日时也恰巧下雨 自此他妈逢人便说 他的儿子是龙子 上天赐予他们家的龙子 袁天赐因这层原因 在家里骄纵的不知轻重 上学时 常常与同学发生争执 老师叫过几次家长 他妈到学校之后 不问青红皂白 上来就抓着跟他儿子 我家天赐是龙子 你算什么东西 要不是对方家长赶来 估计又是一场血雨腥风 但自那以后 再也没有同学敢靠近他 都知道他有一个 彪悍不讲理的妈 但他却自以为豪 是自己的拳头 让别人不敢靠近 让同学都叫他龙莽 记起来了吗 老同学 袁天赐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我内心是无比的厌恶 苍蝇只是嗡嗡嗡 可他像驼食 会沾人一身臭 警察同志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要求我房屋的一切损失 按价赔偿 同时我也会向法院 递交起诉申请 大家都是老同学 你这人真小气 计较这么多 来来来 吃红鸡蛋 这是你大侄子的 说着 从兜里掏出几个红鸡蛋 递过来 看着我卫身手 袁天赐的表情变得恼怒 你都能因为我有儿子了 你就羡慕嫉妒我 现在连个鸡蛋都不要 我是龙子 我儿子可是龙孙 能在你家房子出生 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就是 我的大孙能在你房里出生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听到这里 旁边两个女的也是听清楚了 不再胡搅蛮缠 帮锵说道 龙子 龙孙 旁边的警察听到这个言论 看着他们一家 活像看见了傻子一样 什么年代 还自我催眠式的迷信 我为理会员天赐 跟警察再次强调 警察同志 我依旧坚持我之前的要求 我要求清算我房间内 所有损失物品 并按原价赔偿所有损失 所有装修我 均有视频佐证 且都有发票和各种支付记录 说着 我打开了发给女朋友的视频 当时她在外地学习 装修好后 给她录制了一镜到底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看着我视频里 纯白的法式奶油风装饰 警察脸上的表情也开始变化 看着袁天赐一家的表情 有些唏嘘 杂坏的密码锁4500元 100寸液金电视23000 纯手工白色地毯5000元 真皮沙发3万元 警察同志 我们只是借她的房子 说什么赔呢 袁天赐妈妈在旁边不满地叫嚣 业主不同意就住进去 属于犯法你知道吗 你们警察怎么能颠倒黑白呢 大家快来看啊 警察帮着别人诈骗 说话间 袁天赐妈又躺在地上 开始大呼小叫 你们现在的行为属于妨碍公务 劝你们好好配合 警察看着他们一家 无奈服额 随后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法律科普 听完之后 袁天赐一家还在狡辩 声称他们给过钱 只是敬我家 说着拿出微信 打开微信转账记录 两百人孤零零地躺在聊天界面上 下面是拘收消息 录完笔录 我从警局出来 袁天赐一家在警局疯狂叫嚣 为什么我可以走 他们要被拘留 警察 你们犯了法 现在属于依法拘留 从警局出来 我带着民警小刘 一起去了婚房取证 准备回去就起诉袁天赐一家 仔细查看之后 屋子受损情况比原先预计的糟糕多了 卫生间墙壁有明显的发黄痕迹 地上散落着无数的烟头 盆子里抛着发黄的尿布 客厅除了地毯发黄 上面还有大大小小被烟头烫出来的洞 面目全非 我内心的愤怒达到顶点 从婚房出来 我立马整理证据 联系律师起诉 同时要求他们在三天内搬离我家 不管你胜失产妇 这都不是我考虑的范畴 如果道歉有用 要法律干什么 更何况是一家不知悔改的蛀虫 回到家后 我父亲联系他的同学的儿子 业内胜诉率极高的成率 经过沟通 成率表示 对方非法私闯民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9条 我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根据刑法第245条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 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如果能证明损坏权是袁天赐一家所为 基本可以顶格处罚 主犯袁天赐恕罪并罚 有可能会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袁天赐老婆 妈妈和姐姐量刑较亲 估计会在三年以下甚至有缓刑 但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别人损坏的物品 他的刑期就会被其他被告分担 了解这些之后 我对成率只有一个要求 顶格起诉 所有损毁物品一律照价赔偿 上一完案件细节后 成率隔天就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 下午法院就立案 向法院递交完诉状 确定立案后 去婚房看他们一家的搬出去没有 门口的大索依旧沉重的挂在门上 门却是虚眼的 惺惺下大惊 推开门看到了一间空荡荡的房子 还未等开庭 袁天自一家不复所望的又处幺蛾子 我气笑了 原来只是非法入住 现在直接人去楼空 房子里除了墙和灶台没搬走 其他能搬走的都搬得干干净净 原本发黄的墙面 现在泼上了不明液体 隐隐发臭 我还是低估了他们 低估了人性的恶 低估了他们对法律的敬畏 低估了人的下限 不 他们没有下限 我关上房门 站在楼道里静静看着这间房子 内心五味杂陈 原本年底我会在这间房子和我最爱的女人结婚 我们还会拥有可爱的孩子 一起在这间屋子三餐四季 一起慢慢变老 可现在屋子没有了 一套房子 对普通家庭来说是老一辈一辈子的积蓄 四季至此 我的身体顺着墙角慢慢瘫软下去 我们家已经没有能力再装修第二套房子了 依照袁天赐一家的条件 最多也只是把他们抓去坐牢 小伙子 你是不是你这个房子的屋主 循着声音我看了过去 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大妈 看着我转头 大妈也上下打量我 小伙子 你家招的那是什么租客 那样遭建房子 我们看着都心疼 之前那家小孩还拿刀划了我家门 我儿子想找人理论的 那家人蛮不讲理的 租客 什么租客 那是入室抢劫的强盗 那是打乱我人生不掉的匪徒 阿姨 那家人我不认识 他们是撬开了我家房门偷搬进去的 要不是那天晚上你们在业主群问 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说到此处 我推开了续眼的门 继续说道 那天我回家后就报警了 但不知道为何家里东西都搬空了 我咧着嘴笑得惨淡 我说呢 那天晚上几个人搬东西 大妈一拍大腿 说话间就往家里跑 看着大妈的行为 我不禁疑惑 你看 这就是那天他们搬东西的视频 视频 竟然还录制了视频 本来还在愁如何举证 如今是瞌睡到了有人枕头 真是山穷水尽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看着监控视频里 进进出出搬东西的男人和女人 这不是袁天子姐姐吗 但搬东西男人有点眼生 但也不难猜 估计是他姐夫之类的亲戚了 毕竟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起初只有他们两个 过了一会又上来两个年轻男子 开始搬屋子里的大件 哼 他们一家的脑回路 真是常人所不能及 就算无法赔偿 那我就要你牢底坐穿 很好 一家人整整齐齐在监狱里过年吧 拿到监控视频之后 我跟邻居大妈表达了感谢 顺带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邻居大妈 如果我要对他们一家起诉 想请他替我出庭作证 他是否愿意 大妈二话不说 拍着胸脯说 小伙子别这么客气 虽说如今社会不好 但像他们一家这么恶心的人 实在不多见 当然 像我这样正义的人也少见 如果你要起诉 我完全可以出庭替你作证 如果在这件事情之前 听到这样的话 我会想笑 但是现在 我内心滚烫 这是雪中送炭 不管最后结局如何 我都感激他 我站在1802门口 拿着监控视频 再次拨通了报警电话 还是上次的两位民警 我并未说话 直接推开门 让他们看里面 其中一位民警 看着里面说 同志 您这个案子 还未结案 你怎么就把房间里的东西都卖了呢 你这不是瞎搞吗 这会增加我们的办案难度的 旁边的民警看着我面色铁青 用手处了一下他的胳膊 同志 这是怎么回事 旁边民警适时开口 我拿出监控视频 递给他们 看这视频 他的眼神又迷茫变到震惊 再到同情 张着嘴巴 久久不能出声 然后是经历过无数案件 看过无数奇葩 还是被袁天赐一家所震惊 袁天赐他扔下了所有罪行 表示要钱没有 所以只拘留了他一人 但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情 听民警说完 我想冲到派出所 直接拉着袁天赐的脑子 狠狠砸下去 什么叫要钱没有 那要命 你的烂命值几个钱 人都被拘留到派出所了 家里人还能举家来 偷偷搬空我的房子 这属于愚蠢 还是盲目自大 龙子 去牢里当吧 一家人整整齐齐 进去还能伺候你 我跟着两位民警 去派出所录彼录 还未走到门口 就远远看到几个人 拉着横幅 拉着喇叭坐在门口 走近一看 是袁天赐一家 这次是全家其上阵 拉横幅的拉横幅 示威的示威 撒坡打滚的撒坡打滚 为了卖惨 让袁天赐媳妇抱着孩子 躺在冰冷的水泥上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定睛一看 横幅上写着 城南派出所民警 火同他人抢抢民房 给我气笑了 好一个恶人先告状 我都会走进派出所 他们倒先哭上了 可这个社会并不是 你哭你有理 谁举报 谁举证 我旁边的两位民警 看着眼前的一家人 一个脑袋两个大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正当我无视他们 准备静止走进去时 袁天赐姐姐冲出来 拉住了我 袁天赐妈妈在一旁 大声的喊道 大家快来看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 我儿子抓了进去 在里面关着 说话间 袁天赐姐姐一把 拉住我胳膊 随之跟来的 就是三个男人 一个面露凶光 年纪四十左右 剩余两个稍显年轻 二十岁左右 凑近一看 好吗 这不是监控视频里 帮我家具的人吗 一时之间 我笑了 得来全部费功夫 你笑什么 说话间 几个人男人逼近我身前 年纪轻点的男人 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旁边民警反应过来 迅速拉下撕扯的衣领 两民年轻男子试图 再次拉扯 听到动静 里面的警察 全都跑了出来 将动手的几人围了起来 原来 这些人 一大早就来派出所门口 躺着了 民警好说 胆说都无用 若是动他们 他们就拿老人和产妇说事 一直不断向围观群众 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我联合警察 抢抢房子 还关了他的笼子 他家媳妇生笼子 月子都没做完 将人赶了出来 里面的领导 也搞得焦头烂额 拉着横幅 在外面叫嚷一早上 见我到了派出所 他们一家收起了横幅 但还是要求在门口谈 随着他们的大声嚷嚷 附近围观的群众 也随之增多 旁边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大多数言论 都在斥责黑心警察 和我这个并不存在的关系户 民众愤怒也被点燃 做人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 怎么能在别人坐月子的时候 把人家房子抢了 还把人家儿子关了进去 我劝说民警答应 我也想让大家看看 你们一家到底是什么嘴脸 顺带给大家一个真相 就是这个人 连和民警要抢抢我儿子的房子 呸 你什么东西 还敢跟我们龙子相比 任天赐母亲率先开口 随之附带的是一口老痰 站在旁边看热闹的群众 一时之间 齐齐后退了三米 好好说话 有事说事 你这是什么行为 民警警告道 警察同志 你要知道我儿子可是龙子 那间房子 是我儿子给我龙孙准备的 我儿媳本来要在那里 好好坐月子 坐够一百天 因为你们警察 现在只坐了二十八天 听着这避重就轻 颠倒是非的说辞 我站旁边笑了 旁边围观的人听到这个说辞 脸上也露出看智障的神色 龙子 怕不是皇帝还想登基吧 就是 我大帝可是龙子 我们龙孙没坐好月子算谁的 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袁天赐姐姐见机也在旁边帮枪说话 什么龙子龙孙 封建迷信要不得 说是不要东拉西扯 民警再次出声 谁说我说的不是事 我家龙孙这么大的事 怎么就不是事了 你说这间房子是你的 你可以有购买凭证 购房合同 房产证 或者其他符合法律要求的相关证明呢 看着他们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忍不出声 听到这句话 对面一家人明显的愣了一下 我眯着眼睛冷笑 抱起胳膊 想看对面要出什么花招 你们把我儿子关进去 就是最大的证明 那房子就是我儿子买的 我笑了 这老太太的脑子突然好使了 照你这么说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立一张嘴 就可以随意的造谣呢 那我现在要说 你孙子不是你儿子的 是旁边这个男人的 说话间我用手指了指 那个应该是袁天赐姐夫的男人 袁天赐姐姐 瞬间走到我旁边 伸手就要打我 还好旁边的民警手快 抓住了扇过来的巴掌 我感谢的向民警点头 你胡说什么 俺男人只跟俺睡过觉 大地的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再胡说我撕碗你的嘴 一时间又想冲上来撕我 你们现在干的事 不就是空口白牙的在胡说吗 法律主张谁举报谁举证 现在请拿出你们的证据 不要单凭一张嘴 就想把所有的事情盖检定论 我需要一个清白 人民警察更不允许被诽谤 被造谣 我越说声音越大 越说心中藏着的愤怒越盛 如果你既拿不出证据 又无法证明房子是你的 我将再次以诽谤起诉你们 听着我的话 围观群众渐渐也反应过来 不是谁哭谁有理 这事情需要讲道理 摆证据的 纷纷喊道 让他们一家提供证据 你少威胁我 你现在就是想联合警察 要抢走我儿子的房子 我苦命的儿子妖 竟然被这样的坏人关橘子了 袁天赐母亲 见形势不对 立马坐在地上大哭大喊起来 袁天赐的姐姐和媳妇 立马加入这个阵营 可这里是派出所门口 不是村口 是讲理 是讲法的地方 不是你撒泼使坏的地方 你们拿不出 我能拿出 随后我将购买发票 以及房产证 身份证都向围观的群众展示了一遍 看完这些 大家的表情开始变得精彩分成 谁都想不到 能有如此奇葩的一家人 你胡说 你胡说 你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袁天赐老婆 突然发疯似的说道 天赐跟我说 这个就是他的房子 那你拿出你的房产证 或者购房合同也行啊 现在在场的这么多人 总不会还要诽谤 我们抢夺你房子的事情吧 我盛气凌人的看着对面一架 对方似乎在考虑如何反击我 但我不会再给他们这个机会 紧接着说道 现在我来给大家讲讲 什么是真相 围观群众的目光聚集在我身上 我开始叙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给我购买的婚房 原计划在年底 跟女朋友在这套房子里面结婚 可正是你们面前一家人的出现 让我原本的幸福人生变得不幸 一周前邻居说 我家小孩划坏了他家的门 我纳闷还未入住 怎么会有人 再三确认下 才知道有人撬开了我的房子住了进去 就是这家人 竟然在我新买的婚房里面坐月子 房子向来借死不借生 这是大忌讳 这家人还将我的房子搞得面目全非 我报警处理后 已经起诉到了法院 说完 我拿出手机 播放当时录制的视频 还有房子前后的对比视频 围观群众 看着袁天赐一家指指点点 谩骂声四起 原本这是我的私事 不应该在这里跟他对质 无奈这家人的手段太脏了 不仅污蔑我 还诋毁人民警察 在这里 我要向他们讨一个说法 要一句道歉 听到我的说辞 旁边的警察纷纷向来 我投来感谢的目光 就是 就是这黑心肝的一家 做事情怎么能这么奇葩 没见过脸皮这么厚 脑子还不好使的一家人 他以为派出所他家开的 几句话就能把一套房子赖回去 许事件事情败露 袁天赐姐夫准备混进人群溜走 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呀 我高声喝道 大家伙帮个忙 别让这家伙跑了 围观群众一听 堵住了他的去路 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房子是他们住的 东西也是他们损坏的 我要回家了 你们放开我 我笑了 要不是没有监控视频 还真让他逃了 怎么跟你没关系呢 昨晚我家的家具 可不就是你搬的 你 你 你 我用手指着三人 我们什么时候搬你家具了 你怎么胡说 证据呢 证据拿出来 两个黄毛年轻人叫嚣道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拿出监控视频 并同时向警方报警 要求抓捕 偷卖我家具的四人 对了 这里面还有袁天赐姐姐 这就是证据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假的 都是假的 说话间 两个年轻人想冲过来抢我手机 最终被警察制服 这场闹剧 最终以他们一家居留结束 我再次向法院申请 以诽谤 偷到追加 起诉袁天赐一家 与我猜测一致 40岁的凶悍男子 是袁天赐姐夫 两个年轻的黄毛 是袁天赐媳妇的亲弟弟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整整齐齐进去吧 围观的群众散场后 将视频上传到了网络 事情在网上快速发酵 也有一些热心网友 想重筹给我装房子的 还有一些房地产商 嗅到了商业气息 想免费给我房子炒作的 我都拒绝了 君子不时接来之时 何况 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这件事情的发酵 也并非我本意 但也有好处 我也得到了一条 有用的线索 袁天赐他有一套拆迁房 人以为袁天赐家的条件 我日后可能得不到一点赔偿 损失需要我自己承担 一心只想将几人送进去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的损失也能赔偿 开庭那日 法院外面十分热闹 因为当时的热度 好多家权威媒体争相报道 最终法官判决 袁天赐对方非法私闯民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39条 我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根据刑法第245条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 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恕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按原金额赔偿所有损失 袁天赐姐夫及姐姐涉嫌盗窃罪 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黄毛以及袁天赐妈妈 袁天赐老婆数从犯判罚较轻 从法院出来 看着外面的太阳 我的心也随之落地 这件事情 跟随我一直半年之久 而袁天赐一家的毁国哭泣声 被我圆圆甩在身后 哭着说要跟我道歉 取得我的原谅 如果道歉有用 需要法律干什么呢 何况你们一家不是藐视法律 不懂法律 正好一家人进去学习学习吧 全文完